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也一定要刺激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过程 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 它是在国内叫OE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 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是它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了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链接去注册的话 谁有好处的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佣卡 其次呢 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罢者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刘万系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 就可以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舞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登舞 好 如果正常登舞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到 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牵手朋友根本看不懂 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操合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 或者是微信 扫对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 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 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 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 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这边 在这个电脑上面 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回来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它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 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 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 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有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 来下载它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 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银 大家随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 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登录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 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我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前面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 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 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已经登录上来的 这是我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像这种东西 偏好设置 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保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 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 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这些 像支付宝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泰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购购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 无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货币呢就是USDT 说白了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等我上来之后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核桃网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会计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骗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到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会计交易容易匹配到骗子 所以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 识别交易说里面的骗子 好 然后呢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有他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四千多单 有一个一万的 我们选择这个一万的 一万多单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他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就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 这一年以上 这越多越好 这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文文 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G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他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来这边呢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我买两万 然后选择零手机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形式来说一下 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的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收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手机费 然后点击付款相情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明细 把我们近期像我这种 流水明细给他看一眼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他们开户银行 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了 然后我给这个6228 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卧益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卧益支付 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 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 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好 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 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 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共鸣师词意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 放到这个交易 那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滑软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大家给大家说了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随大 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S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S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非消耗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了 谷歌搜索一下非消耗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 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S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 ETS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点击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6万亿了 我们想去买 哥哥币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哥哥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它就没有变成0.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想办以太坊 得击这边 然后呢 这边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 这边可用100个USD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 3419 USD 好 那我过两天可能 这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 3519 USD 好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3419买 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100个USD 好 那我们这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候这时候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 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追他 点击确链 好 看到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 这边的OE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 孩子选择CRC 这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 这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这个看一下 它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 9万多单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 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好 选择 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余费 出售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 点击零手余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 给我们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 就跑通了呢 这边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说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万代南梦工投资DeepMotion 将利用爱动部 开拓新的娱乐形式 3月22日 据朋友苏爱消息 爱动作动部公司 DeepMotion宣布 获得万代南梦工 娱乐02一基金投资 据悉 该基金旨在投资创业公司 以创造新的娱乐形式 并建立起IP元宇宙 通过这项投资 万代南梦工娱乐公司 旨在吸收DeepMotion公司 在基于人工智能的运动 生成方面的技术 和专业知识 并利用运动智能 创造新的娱乐体验 实时建筑智能平台提供商 Mercate AI完成 375万美元种子轮融资 据Fence Me 3月23日报道 实时建筑智能平台提供商 Mercate AI完成 375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 由Fristal Ventures 和Builders Receding Hall Sandar Ventures Facu Ventures The51和Doss & D1 这轮融资 使Mercate AI 自2020年10月成立以来的 总融资额达到446万美元 AI初创企业 Carriker AI 会16G领头的1.5亿美元融资 成为AI领域最新主角兽 3月24日 据金时报道 有两名前股客员工 创办的聊天机器人公司 Carriker AI 周四表示 一在知名风投公司 NVC C16G领前的新一纹融资中 投起了1.5亿美元 这笔新投资 最成立仅16个月的Carriker AI 的估值为10亿美元 原宇宙开发公司 N4团成3700万美元融资 3月24日 据NFT一份音报道 原宇宙开发公司 N4团成3700万美元融资 N4团成3700万美元 软银和Kineway Capital领头 Coldo Code GermanForentire Fund的参谈 N4表示 在过去的两年中 一余洗礼 欧莱雅和万事达卡等合作伙伴 共同创建原宇宙基础设施 该公司将利用这笔资金 继续其Web3扩张 并创建AI工具 同时扩大亚洲 以外 欧洲和美国团队规模 微软支持的区块链 图铁公司CNature 战略投资AI创起LokiBots 3月20日 据美通社报道 微软支持的区块链 伙对公司CNature宣布 战略投资AI软件 及服务初创公司LokiBots 具体投资金额暂未批准 CNature旗下产品 目前已整合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和区块链地位 本次收购后将会把LokiBots AI机器人 对话是Anna GUI的Web3平台 U3以1亿美元估值完成2800万美元融融资 据Tek1参与21日报 GUI的Web3平台 U3以1亿美元估值完成2800万美元融融资 金资金将用于进一步开发其应用程序 以及壮大其领导团队 AX1下Web3 SoAlt将进行品牌升级 全面支持AX1类型工具 3月21日讯 ASWAP.com将于QR进行重大品牌升级 旨在迭代品牌形象 优化UA界面 提升交易速度等 本次升级SoAlt全面支持AX1类型工具 通过AI的赋能进行NFT的原创 二次创作 为NFT赛道注入全新的生产力 Base Unboard Build Down Base赏金获胜方为Decent AI Fans of Inheritable 3月21日 Coinbase UR网络Base Unboard The Demo V2.0 Build Down 为7.5万USDC赏金获胜方 包括Decent AI Fans of Inheritable 其中 Decent AI创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 基于相互激励运行的M模型 区块链百科全书QVP以及成果认A GPT-4 3月23日 区块链百科全书QVP积极成果认A GPT-3之后 升级至GPT-4用于百科文章总结 并计划推出专门天系统以训练奇迹于维基文章的 LU1应用 海外 里维斯B520系 将使用M模特来展示服装 3月26日 据IT直加消息 美国牛仔裤品牌里维斯B520系 宣布将使用M模特来进行服装展示 里维斯将此举施为多元化 公平 包容和可持续性的数字化转型之旅的一部分 正于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数字模型工作室 L1L1MD.1合作开展这项计划 预备公布AI工具Ghost Rider 游戏 NPC对话可一键生成 3月22日 据快科技报道 游戏巨头预备今日公布AI工具Ghost Rider 据悉 Ghost Rider能够帮助编剧共同创建玩家与NPC互动时的台词 预备将利用该AI处理大量的重复性任务 从而让开发团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为重要的元素 Lobox推出其首题生成式AI游戏创建工具 3月22日 据NDIG报道 给宇宙游戏平台Robox宣布推出其第一批人工智能工具CodeSys from Material General 旨在让Robox的每个用户都成为创造者 目前二者接触于测试阶段 高盛正在测试拆取一批底风格的AI工具来协助编写代码 3月23日 据金石报道 高盛的一名高管近日表示 该行开发人员正在内部测试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以帮助他们编写代码 他说 目前还处于概念验证阶段 并没有准备好投入生产 英伟达与微软合作 为企业用户提供访问工业园宇宙和AI超级计算资源的入口 3月23日 据ProArty报道 微软和英伟达Invidia达成合作 为数亿微软企业用户提供通过云端访问工业园宇宙和AI超级计算资源的入口 根据合作 Microsoft Azure将托管英伟达的两种新云产品 第一个是Anonverse Store平台集服 可以及时访问前站环境来设计 开发 部署和管理工业元宇宙应用程序 第二个是 Invidia DJ X-Code 这是一种AI超级计算服务 使企业能够立即访问基于生成AI和其他应用训练高级模型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软件 澳大利亚设计软件公司Kammer推出AI创建演示文稿工具 3月23日 据金时报道 澳大利亚设计软件公司Kammer 正在加速向数字办公产品的扩张 在其套件中添加人工智能AI工具 以更好的与微软公司和谷歌竞争 据悉 Kammer拥有1.251用户 其用户可以通过编写他们希望看到的幻灯片的描述 来创建演示文稿 毕马威澳大利亚和普华勇的澳大利亚均推出基于XTPT技术的联工具 3月23日报道 毕马威澳大利亚公司KPMG Espirly和普华勇的澳大利亚公司PWC Espirly一与企业用户一起创建基于XTPT的生成式A技术的实验和生产用力 毕马威澳大利亚推出了中共内部员工使用的XTPT版本 普华勇盗则表示正在使用名为RD的类似生成实验工具 该工具以OBEN AI和拆机BG技术为基础 TikTok限制用户使用AI生成图像工具 禁止利用AI生成的知名人物形象牟利 3月24日 据马威澳报道 TikTok已决定通过禁止使用布置任何私人人物肖像的AI生成图像来规范AI的实验 用户不能利用AI生成的知名人物形象牟利 此外 由AI生成的合成内容也必须明确贴上合成的或假的或真实的或修改过的标签 TikTok表示 那会让人们更难区分事实和虚构 同时带来社会和个人风险 国内 X用于旅游宣传片制作 3月26日 由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 在青岛拉开帷幕 鲁王安 泰山财经联合山东观想世界数字科技 AI采曼描绘四季劳山 在线大美劳山申理 沧海 茶园 渔村等秀丽景色 画面中选取劳山四季代表性美景 对其进行N2次元采曼动画在线 被受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视频已在学习强活上架 点击链接关卡 新华网联合哈尔滨市文旅局等机构 和企业成立新华网元宇宙级DX创新联盟 3月22日 新华网元宇宙赋能计划 新华网元宇宙频道成立即原貌元宇宙系统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期间 新华网 新华智云 哈尔滨市文化广编和旅游局 北京金融街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和北熊安存公司等30余家机构 和企业联合成立的新华网元宇宙级DX创新联盟 联盟成员之间将优先共享前沿技术研发成果 共同在各领域各行业探索落地应用场景 并在行业和领域内进行经验分享和传播推广 居然网络发布海外新品牌GTM 以游戏家家I颠覆传统游戏开发模式 3月23日报道 巨人网络已正式推出基于海外市场所打造的全新品牌GTM 并对该品牌做出产式 一是在产品层面 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打造全新游戏产品 二是在技术层面 以游戏家家I颠覆传统游戏开发模式 三是在资本层面 用投资等多种方式与全球顶级游戏从业者产生联机 巨人网络表示 GTM作为公司海外战略布局 未来将持续在研发 渠道 投资等领域加大投入 中科精彩发布DX数字人SASA 3月23日 据金时报道 中科精彩抖音栏B账号 中科甄选发布DX数字人SASA预告片 据介绍 中科精彩多模态超写实数字人 结合XC技术 生成实时和交互动画 对有DX以及动物数据进行训练 得到语音 文字 标签 肢体动作的深度 生成模型 技术 海外 美国数据仓库巨头 DataBreak发布开源模型 中科挑战 CADPP 3月24日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DataBreak发布了一款 爱聊天机器人的代码 DataBreak称公司可以像 Morganite的XDPT一样 可以使用这些代码创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并将代码开源 DataBreak公司首席执行官 可以告诉表示 将该模型开源的意乎很明确 就是为了展示一种可行的 XDPT的替代方案 不过该公司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基准测试 来比较这一模型 与XDPT的性能 谷歌CEO 爱聊天机器人BAR的成功 取决于公开测试 3月23日 据CNBC报道 谷歌CEO向员工表示 新推出的 爱聊天机器人BAR的成功 现在取决于公开测试 他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使用BAR定测试器功能 他们会让公司感到惊讶 事情可能会出现问题 但用户反馈 对于改进产品和底层技术至关重要 英伟达推出面向大语言模型和生成时代的云服务产品 3月22日 据界面新闻报道 英伟达宣布推出一组云服务产品 能够使企业构建 用画和运行定制的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时代的云模型 Gate Images Movie Star Quantify和Shadesa等公司将创建和使用利用新的NVDiPhone Station服务构建的云模型 应用和服务 企业还可使用NVDiMo语言服务和NVDiPicasso图像 视频和3D服务来构建专用 特定领域的生成时代应用 用于智能聊天和客户支持 专业内容创作 数字模拟等 英伟达还宣布了用于生物学的NVDiPiOE梦云服务的新模型 此外 英伟达还推出了针对生成时代应用进行优化的四种推理平台 可帮助开发者快速构建专门的 由来驱动的应用 而高低推出图片生成iPhone 3月22日 据泰媒体报道 北京时间周二晚间 内容生产力工具大厂的OB宣布 推出名为萤火虫 5i的创意生成水安 正式杀入AXE商业化赛道 那刀币数字媒体业务总裁 David Rodoni介绍称 AXE是 AI驱动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下一步演技 它将创作者和计算机之间的对话 转变为更自然 直观和强大的方式 通过5i 和刀币将把UXE驱动的创意元素 直接带入用户的工作流中 提高所有创作者的生产力和创作表达 国内 阿里云推出多模数据库 LandoA引擎 打造AXE数据基础设施 3月26日 据之东西报道 阿里云在北京召开的 阿里云摇池数据库峰会上宣布 将云原声数据库 ORDP和云原声数据仓库 NVDPD打工工夫 同时推出全新多模数据库 LandoA引擎 支持对非结构化数据 进行智能分析和处理 从而打造AXE声程式 I应用的数据基础设施 QQ音乐上线I绘画功能 主打二次元风格 3月20日 QQ音乐正式上线I绘画功能 用户可以在QQ音乐搜索I绘画 或次元专属BGM进行体验 该功能基于MU3算法 主打二次元风格 可在生成二次元图片的同时 自动生成次元专属BGM创 乃视觉大牛陶大成 将卸任京东探索研究院院长 3月25日 据I科技评论消息 乃视觉大牛陶大成 将卸任京东探索研究院院长 陶大成于2021年3月 加入京东探索研究院 担任院长 据官方信息 京东探索研究院的定位 是以京东集团各事业群 与业务单元的技术发展为基础 集合全集团资源和能力 成立的专注于前沿科技探索的研发部门 在陶大成带队下 京东探索研究院探索领域就包括了 科技I规避I技术落地中 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 如产业元宇宙 京东回应声 陶大成教授离开是个人意愿 产业元宇宙产出 N4S人士集团重点科研项目 前字节跳动视觉技术负责人离职创业 新公司聚焦生成时代 3月24日 巨星时报道 前字节跳动视觉技术负责人 王长虎将于信期 从龙湖集团离职 王长虎离职后 即将组建新的创业团队 他的创业方向将聚焦于 生成时代的视觉多模态色法平台 据悉 王长虎曾任字节跳动 有所提前 主要技术方向包括计算机设计 视频理解和机器学习等 据官方介绍 王长虎在2017年初加入字节跳动 完整参与了抖音和Tekka等视频类产品 从0到1的建设和发展 年报 银河证券 DXC快速发展 游戏厂商向本提供 3月23日报道 银河证券指数 长期来看 DXC快速发展项 未来有望帮助游戏厂商 实现场景和圆化的低成本 高质量的批量生产 从而实现游戏厂商的降本提升 他们重点推荐研发实力墙 研发投入大的游戏企业 以及在AQ上领先的投入互联网科技企业 开源证券 微软 谷歌 百度系 A大模型发布和不断升级优化 将正式开启DXC应用大时代 开源证券3月26日 研报表示 微软 谷歌 百度系A大模型的发布和不断升级优化 将正式开启DXC应用大时代 DXC在文字 图片 视频等内容生成领域的应用 及商业化空间将全面展开 对于拥有数据版权资产的公司而言 或基于大模型训练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于基于大模型 API开发锤类应用的约定 游戏 视频 电商产业链公司 或带来明显的降本增效 并提升变现能力 方正正确 人工智能起点将近 DXC时代全面到3月23日 方正正确601901 NC指出 人工智能起点将近 DXC时代全面到3 DXC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眼睛方向 生成算法 大模型与多模态为代表的底层技术的突破 成为了DXC的质变的关键 前期GTTT4的正式发布 迈出了从大语言模型 向多模态模型进化的第一步 展望未来DXC的商业化场景 DXC能够自主生成创造出文字 图片 语音 视频 代码等各种形式的内容 将深度改变办公 电商 娱乐 教育 媒体等各行各业 并引领人工智能实现 从感知理解到生成创造的月线 天风证券 天风证券 GTTT推动爱心应用 带动数据快速增长 3月24日 天风证券言报认为 1.GTTT有望带动数据快速增长 来运算贯穿云8211 编8211 根据ADC预计 全球数据总量预期2026年将超过22万1千 4倍 2021到2026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2% 2.云端芯片 I模型训练核心 计算参数指数及增长重点受益 随着大型云端业者开始大量投入I相关的设备建设 I服务器2022到2026年复合成长率有望达到10.8% 3.云端芯片 云端与中端的中继战 满足I星量化部署需求 全球边缘I处理器市场规模近30亿美元 快速响应需求增加 有望带动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4.中端芯片 DX应用多点开放 中端 ISC应来升级变责 ISC涵盖生意 影像 来处理 未智能化场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随着中端潮小I应用发展 ISC成为为智能中端的算力互通 博生证券 DX一浪条来袭 有望全面颠覆设计行业生态 3月27日 博生证券认为 建筑设计为智力密集性行业 创造性环节占比约30% 设计行业从草图到CAD CAD到0 近期化建设路径已初步完善 来技术赋能 建筑设计智能化发展方兴未安 AX一浪朝来袭 有望全面颠覆设计行业生态 来建筑设计生态的逐步完善 有望从多方面赋能龙头设计公司 行业格局有望优化 建议关注 受益人效增长 有望拓宽管理半径 加锁提升市占率的优质设计龙头 软件开发实力强 在AI渗透率快速提升趋势下 具备较大市场化推广能力的设计企业 评论 马云谈拆TPT 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他所控制 3月27日 据云谷教育官方公众号 马云来到云谷和校园掌门 讨论新一轮的技术变革 对教育带来的挑战有机遇 马云表示 XGEPT这一类技术已经对教育带来挑战 但是XGEPT这一类技术只是I时代的开始 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虽然人的体力 脑力比不过机器 但机器只有新 而人有新高通CEO 5G将助力I扩展 使数据可与其他设备及云中共享 3月26日 据澎湃新闻消息 高通公司总裁兼西游安盟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会上演讲 5G是实现数字社会的重要基础设计 还将助力I扩展 为边缘计算和端测人工智能带来足多意义 数字化转型将实现人与万物智能互联 这也意味着超高速 可靠连接随时随地 始终连接到云端 具有陷入式处理器和人工智能i的一系列设备 以及数字蓝声的普及 OBEN AI创始人三摩 他们应该为人类对AI产生的微小恐惧感到高兴 3月21日讯 对于AI巨大的未知性及可能产生的不好影响 OBEN AI创始人三摩 他们近日在接受专访时称 一方面 此时此刻必须谨慎 另一方面 不能只在实验室里从事技术研发 这些产品必须被推向世界 并且接触真实世界 总体来看 我认为人们反而应该为我们已经产生的微小恐惧 而感到高兴 罗特庚还表示 他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是 大模型可能被利用进行网络攻击 我们试图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需要时间适应理验工 中国基本不会再出一个OBEN AI生成时间 3月23日 据界面新闻报道 上周正式发布 LayChairGTT的大语言模型 声称是人工智能力产品 文新一言后 百度CEO李彦宏 本周三回应媒体有关案的一位 他表示 中国基本不会再出一个 打造ChairGTT的组织 OBEN AI OBEN AI诞生是因为 美国大厂都不看好这个方向 但现在中国的大厂都看好A大模型 都在做这个方向 创业公司重新做一个ChairGTT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基于大语言模型 开发应用机会很大 没有必要再重新发明一遍轮子 英伟达CEO黄仁勋 摩尔定律基本发展动力已经结束 A将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发展 3月24日报道 英伟达CEO黄仁勋 此前曾直言摩尔定律一诵 日前其表示 加速计算和人工智能已经到来 而摩尔定律的基本发展动力已经结束 在摩尔定律结束后 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 另外 黄仁勋表示 过去一年来 声称是A在英伟达营收中的占比 只有个位数比例 但预计一年后 这部分业务营收占比将大大提升 苹果CEO谈该创新提索 发明者有责任保证技术被正确使用 并帮助人类 据财联社3月25日报道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论坛上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表示 创新在中国发展很快 我想他还会在加速阿里研究院副院长 安晓峰 不应问中国为什么没有拆DBT 而是思考为什么没有 在2035数字议程伙伴行动领导者三周会第九期上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之位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晓峰认为 业界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拆DBT这个问题问错了 正确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 安晓峰认为 关于当前的全球竞争 需要关注的焦点是这轮竞争的入场训 主力军 主战场与天花板 公共民家加I的系统能力设计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入场训 拥有算力 数据 人才优势的大型科技公司设计大模型工程化的主力军 低端算力严重获胜 数据的规模上 质量低和处理能力弱 降低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智商 创新生态体系尚未形成 制约了创新型企业群体涌现 中国移动董事长谈人工智能 南安能力去年已实现30多亿元变现 3月24日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洁在周四晚间的业绩会上表示 中国移动在生成事A方面已经有了四方面过去 1. 已构筑算力往后 将在A算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2. 已具备NLP 深度学习 机器视觉等各方面的能力 去年已实现30多亿元的变现 3. 数据方面具备优势 4. 在运维和客服方面已经实现了A的广泛运用 6811096 来源 财联社 区块链日报记者董宇佳钢琴 国内数字藏品平台的数量已集增至500多件 而数量增长之快的背后 是数藏领域的戏剧性事件频发 本周就有两起意外事件发生 先是恒生电子区块链业务孵化的雨藏 决定暂停发售数字藏品 后续是否重新开放是相关政策而定 随后 成立仅一个月的光益数藏被爆跑路 尽管平台否认跑路 但目前官网已经无法打开 面对数字藏品市场疯狂的势头 在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牵头下 今日近30家机构联合发起 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 反对二次交易和炒作 提高准入标准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共识 弯生电子区块链业务孵化的雨藏 或是第一家主动清退用户的数字藏品平台 6月27日雨藏官方公告称 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出台明确的 数字藏品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经过审慎评估 平台决定于27日起暂停发售数字藏品 而事实上 公告发布的当日距离雨藏上线仅过去两个月 根据雨藏公众号所发布的内容 这期间平台的运营并非一帆风顺 在5月17日平台发行首期山海经系列藏品期间 由于购买点击量扩大导致出现技术故障问题 官方表示将对所有参与首次藏品抢购的用户 进行空投补查 5月18日 平台服务器遭遇技术攻击 有用户使用外挂软件致使服务器瘫痪 雨藏随后对部分用户进行了拉黑风筋处理 在经历服务器被恶意攻击 调整发售时间 新增支付前验证等功名之后 雨藏选择在6月27日暂停发售藏品 据公告 平台将开展数字藏品原价回购业务 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继续持有平台的数字藏品 区块链日报记者致电恒生电子 希望就回购进度等问题询问工作人员 但其称一切以公告为准 雨藏由恒生和TSO恒生链提供技术支持 而恒生已在2019年通过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 拥有国家网信办区块链备案并不意味着可以开展相关业务 即便可以开展相关业务 仍需按照合法 合规的方式去开展北京德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洋 他进一步解释道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基于符合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和股东利益角度出发 恒生电子更会把合规放在首要位置 避免因数藏品台法律封建 引发股价异常波动等情况 受一次平台跑路消息的影响 一个名为光益数藏的新兴平台 在本周成为了数藏圈的焦点 实际上光益数藏成立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该平台的主打板块包括计刷 盲盒专区和合成专区 技术也代表平台支持二级市场交易 6月28日 某玩家爆料的视频显示 在光益数藏负责人任某某的光益数藏账号 持有大量数字藏品 并称其涉嫌操纵 数字二级技术市场的价 视频在叠加平台跑路的传闻 光益数藏的藏品价格呈直线下跌趋势 不少藏品在当天跌超80% NFD实盘的数据显示 光益数藏创世勋章 在6月20日的售价高达3万人民币 而截至发稿该价格已不到1000元 6月29日 平台方发布辟谣公告 表示不要相信未经查实的跑路谣言 并称所有用户的正常提现都会得到保障 记者今日就提现是一页询问平台玩家 多位光益维权协会群中的用户表示 提现没有问题 有人称目前几个小时就能到账 也有人告知昨天6月29日早上选择提现 6月30日下午2点才到 天眼查显示 光益数藏的运营主体为佛山洪天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6日 注册资本为100万人民币 记者就平台的运营状况致电该公司 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尽管平台在辟谣公告中表示将正常运营 但目前光益数藏网站已无法进入 显示该域名并不存在 而今日6月30日上午 记者仍可登陆官方网站 除此之外 该平台数字藏品是否上链 也是一个待解的谜底 有一位不愿具名的用户告诉记者 平台的藏品是上链的 当问及上的是哪条链时 他回答称是百度超级链 并表示此前有人在官网查询过 不过百度方面向记者回应称 其位与该公司达成任何数字藏品相关合作 该公司可能为自行使用 同时 百度强调公司坚决抵制违法违规的数字藏品产作 二次交易行为 将积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违法违规的数藏平台 这些数藏平台极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或非法经营的刑事风险 刘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他分析声 一些数藏平台存在自己之作 自己出售 自己寄售 操控价格等诸多违法行为 本质上就是变相 NCO把数字藏品作为金融产品 提供集中竞价 电子缩合 持续挂牌交易 标准化合约交易服务等 具有显著交易所特征的服务 普通玩家也因此面临着资产损失风险值得一提的事 在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牵头下 今日近30家机构联合在京发起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 反对二次交易和炒作 提高准入标准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共识 据悉 参与各方涵盖文旅产业专业机构和协会 文化央企 IP机构 以及蚂蚁 腾讯 百度 京东等互联网科技公司 是目前行业覆盖方最广的自律公约 此前4月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证券业协会 也就NFT的相关金融风险发出警告 指出要坚决遏止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 一起来看看加密机构 有哪些项目受硅谷银行关门影响 2022年已经过了 回顾这一面 元宇宙的发展所谓波兰状况 一方面 速度元宇宙研究院观察到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找属于自己进军元宇宙领域的方式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接纳元宇宙 探索数时结合实现降本增效的道理 一场有关元宇宙家引发的产业变革 已经进入到了发展进行时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为此 送出元宇宙研究院特别总结了2022元宇宙十大事件回顾 通过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 元宇宙行业发生的重点事件 为迎接元宇宙探索发展的新一年提供参考